最嚴重的個案是 有一個病者在外地做了一個濃鼻手術 把鼻液整窄 他找我 因為他在外地做 不方便回到外地 找我和他拆腺 其間拆腺 發覺鼻液嚴重發炎 當然最後和他拆腺的過程 發覺還有很多剩下的疤痕 在臉部產生疤痕 最後造成一個很心理創傷的結果 也有一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有個假體在他的下巴 做得很大 後來他便變形 當然他想改變 希望我們幫他整細和改善 後來在過程問他的情況 發覺這個問題很大 他做了很久 並不在我們本港做的 有一個物體叫PAAG 就是一種營膠的物體 其實擴充他的下巴 怎料那些物體便吃到骨 當然這種物體後來 在國內和世界所有地方都禁止了 這種物體造成最複雜的 我們擔心的便會致癌 這位病人我便幫不到他的殖症 另外我見到常見 也見過幾次 就是有些病人做一些 用一些激肝脫毛手術 當然用錯的度數便燒傷 燒傷了產生很大的疤痕 這些我也見過 整容手術有後遺症 整容手術後遺症 都是一般手術風險的後遺症 如果做得不好 最常見是發炎 疤症 或有永久的傷害 例如有些神經受損害 我們也見過 但當然 如果一般來說 有經驗的醫生 或者他做得好的時候 這個程度 或者風險 當然減到最低 但房間最糟糕 因為有些病人 在沉醫的過程找錯地方做 變成複雜的感染 我也見過